随着各地陆续入冬,呼吸道疾病已进入高阀季节,多种呼吸道疾病交织叠加。 要坚持多病同防同治,密切关注肺炎支援体、新冠感染、流感、登革热、 懦弱病毒感染等流行情况,加强监测预警、掌握病毒活动强度、病毒变异等变化。 要加强农村地区、学校、养老、托幼机构等重点地区、重点场所、传染病监测和健康管理, 做好老年人、基础性疾病患者、儿童等重点人群随访,优化疫苗接种服务。 要统筹医疗资源,优化诊疗流程,加强门急诊、儿科、呼吸科等力量, 做好各项医疗救治工作。 要持续倡导文明、健康、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,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